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如今的养老方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总是想依靠子女养老 因为现在的老人知道 依靠子女是没有用的 只有依靠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所以宁愿实行其他养老方式 都不会依靠子女 但有时候依靠其他养老方式 也照样不靠谱 比如抱团养老 候鸟是养老 养老院养老 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就知道了 讲述人陆女士60岁 我有个妹妹比我小五岁 她也有退休金 我们的父母多年前就去世了 父母去世后 我和我妹一直以来都是互相帮忙的 无论对方遇到什么问题 都会伸出援手拉一把 所以我和我妹的感情还不错 我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公司上班 所以退休后每个月拿到的退休金还算可观 所以我的晚年过得还不错 本身我就不怎么花钱 我一年下来都能存很多钱 我老伴在我55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 我的儿子在外地 本来我儿子想让我搬过去住的 因为他不想让我一个人在家孤独终老 但是我不习惯去他们那个城市 因为人生地不熟 去那里也不好玩 我一个人生活了一年后觉得特别的无聊 然后我就和我妹商量 一起抱团养老 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养老方式 我听说过抱团养老不靠谱 但是我觉得和自己的亲妹妹抱团养老 应该没什么问题 毕竟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所以一定能过得很好 我妹也是丧偶的 她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退休金 当时我和我妹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妹毫不犹豫地答应 然后我们就租了一间和心意的房子 两个人就搬去了那里住 我们商量好 生活上AA制 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购买个的 我妹也没说什么 还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就这样我们就一起抱团养老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而且相处得也很愉快 完全没有什么矛盾 而且我们无聊的时候都会一起跳舞 还会一起去种菜 还抓了几只猫狗回来陪伴我们 我们每天都是一起做饭 一起买菜 两个人特别的开心 无论做什么事情 两个人都是形影不离的 当时很多人都羡慕我们姐妹亲 因为很少有姐妹相处得那么好 当时还有人问 我和我妹相处的时候不发生矛盾的吗 而且还说这种方式不靠谱 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当时我和我妹都相处了一年多了 还是那么和睦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很靠谱 当时我以为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第二年 就慢慢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两个人也会吵架 我们每次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吵几句 因为我们两个人买的东西都不一样 而且质量也不一样 我觉得人老了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什么东西都要买质量好的 这样才能用得久 如果买那些便宜的都用不到几次就换了 但我妹并不这么认为 她总觉得我这样子花钱太厉害 她做不到 而且还说我不会过日子 有一次夏天我想买一个空调 因为实在太热 而且我要买制冷制热的 这样冬天也可以用 但是我妹觉得没必要买空调 用风扇吹就行了 空调耗电太大了 所以怎么样都不愿意和我一起出钱买空调 但是我本来就怕热 热一点我就睡不着了 而且夏天的时候这个房子都是曝晒的 每次一进屋就跟烤炉一样热的不得了 而且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冷 如果买了这种制冷制热空调 那就不用担心冬天夏天问题了 但我妹还是反对 就因为她反对最后没买成 每次冬天夏天的时候都特别的难受 不是热的要死就是冷的要死 还有就是我们两个人爱好不一样 口味也不一样 每次做饭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 爷比较喜欢吃咸 而我妹比较喜欢吃清淡的 还有她觉得吃太多盐对身体不好 所以每次炒菜都不怎么放盐 放一丢丢而已 每次都因为这些小事 两个人炒得泥死我活 还有我喜欢的东西她都不喜欢 我想要去旅游 我妹不喜欢 我喜欢去游泳 她也不喜欢 所以每次都不能跟她一起出去玩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我妹妹特别的喜欢算计 而我比较大方 她小气的不得了 什么事情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虽然我们是AA制 但我平时都是出多一点钱 因为我觉得反正都是两姐妹 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 如果有时候我钱不够了 我就少出一点 但没想到 我妹不愿意 非要让我出一样的钱 要不然不公平 还有水电费 我妹总觉得 我不管用什么东西都用得多 所以每次都要我承担多一点 家里的压膏 沐浴露 洗发露 我妹都不愿意买 因为她说 我平时用的比谁都多 她只用一点点而已 所以她不愿意承担 面对妹妹的自私和计较 我特别的失望 但我也没有说什么 让我觉得最接受不了的就是 每次我们孙子孙女 来看望我们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会给红包 我给她的孙女都是一百一个 她给我的孙子孙女才十块钱 而且还要把所有的好东西 都留给自己的子女 而我的子女什么都没有 还让我买东西给她子女拿回去 她却什么都不买给我子女 我觉得她不但斤斤计较 还爱贪小便宜 本来两姐妹都不分你我的 可她却不能同心 非要分了一清二楚 后来我想了想 虽然我不计较 但是每次亏的都是我 我就心里很不爽 最终在我们生活四年的时候散伙了 因为我真的受不了 而且散伙之后 我们也从此成了仇人 而且也不再联系了 因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谁都不满意谁 然后就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好好的两姐妹去搞成今天这副模样 而且经过这次抱团养老之后 让我发现了 原来抱团养老真的不靠谱 还不如靠自己实在一点 因为自己才会真心对待自己 而别人就算再轻也不会真心付出 很多老人抱团养老的时候 都会发现最初是美好的 但后来却是糟心的 因为相处久了都会发生矛盾 就算是有血缘关系也没有用 毕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而且也会慢慢地表露出真面目 虽然平时关系很好 但那只是没有相处在一起 如果相处在一起了 矛盾也就多了 也能看清对方的为人 所以老人千万不要太指望抱团养老 还不如请个保姆 或者去养老院好一点 这是陆女士的艺人之言 从她的表述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被众人推崇的抱团养老中 其实有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需要解决 亲姐妹尚且如此 何况是不熟的朋友或者陌生人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